食道癌案例 2016年7月20日 67岁的父亲因患一线炎住院 当时体力很差 吃东西时总是感觉卡在喉咙里 且吞咽疼痛 胸闷咳嗽 经医院切片检查 确定为食道癌晚期 医生给出三种方案 一 手术切除 因肿瘤长在血管之上 动手术大出血的风险很大 二 放食道管支架 肿瘤长大后会与支架挤压加剧疼痛 反而会加重病情 三 化疗 身体虚弱的父亲肯定会使血上加霜 我和家人商量最后决定回家疗养 2016年7月29日 出院证明 进入冬季后 父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走几步路都很吃力 吃食物哽咽 喝水都很困难 2017年5月12日 我上网联系到了新疆伊利市原始点中心 第二天来到中心 义工们耐心教导原始点调理方法及按推手法 并严格要求落实好每个细节 建议周一到周五在家自己按推 周六周日由中心义工按推 第一次按推后 父亲浑身轻松 咽喉部比较舒服 回家后用红豆袋持续温敷 晚上用水暖床垫温敷 5月16日 第四次按推后 父亲吃饭时感觉食道疼痛明显减轻 我们严格按照原始点疗法去认真落实 每天按推喝浓生姜汤 杜绝一切寒凉食物 断掉所有西药 体力好转后 每天坚持走路三公里 爬六层龙十次 6月13日 第32天 早上父亲因一点小事与家人生气 中午吃饭时明显感觉不舒服 原本减轻的哽咽又加重了 这才让父亲深刻意识到情绪的重要性 从那以后父亲的脾气有很大的改善 第69天 父亲在运动后咳出一些黑痰 感觉喉咙特别舒服 哽咽情况明显减轻 调理了三个月 父亲的身体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可以吃各种饭菜 基本没有哽咽 偶尔有几次落实不到位 喝了凉水 吹了凉风 每次病情都会有反复 无不再次应验含两伤人 后来父亲通过理论学习 观念越来越清楚 每天认真落实细节 到了9月 父亲的身体基本康复 现在下咽食物无任何不适 身体变得越来越好 抵抗力明显变强 每天还可以一次性爬六层楼十趟 其他疾病也一并好转 我们全家都特别开心 每天极乐融融